在喜马拉雅山附近生活了一群贫苦的牧民 由于土地常年冰冻 不能种植作物 想要吃上青蛤土豆大蒜等事物 就得冒险去四千米的雪山采盐去换 然而用生命采到了盐 两代也只能换到一代青蛤 现在正值十月 正是采盐的好时机 所有采盐的牧民们聚集在山下的平原之地 他们是多年的合作伙伴 每年就在采盐的时候 才会短暂的聚聚 所有的牧民在帐篷里修整一整晚后 准备出发了 出发之前 他们围绕着马蜜堆 口颂几岛咒诱 然后将五彩的金帆挂在上面 在牧民的心中 马蜜石就有神光灵性 以此表达他们对神灵的敬畏与大地的祝福 在茫茫雪域高原 马蜜堆随处可见 他们是高原人 对美好的祝愿 随后他们就开始了漫长且艰苦的挖盐之旅 整个游行队伍 由一百头牦牛和十四个人组成 他们穿越在荒芜的高原上 走在布满粗沙里石沙地上 时不时冷冽的寒风 带起一阵阵黄沙 牧民的吆喝声 和牲畜的鸣叫声 让这个原本毫无生气的荒地上 充满了活力 常年的采言 让他们对这段路了如指掌 哪里能走 哪里不能走 他们都知道 然而对于他们这段路程最难的地方 其实是河流 但同样也是必经之地 当他们来到这里的时候 怕水的牦牛在岸边停滞不前 原本井然有序的队伍 瞬间变得一片混乱 由于牦牛全部挤在岸边 难免会出现些摩擦 一些脾气大的牦牛 就会用牛角顶撞对方 毫不退长 牧民们为了不耽搁行程 只好在旁边安抚他们 并且试图让他们过河 然而一些倔强且胆小的牦牛 死活不肯过去 无奈的牧民只好用石头去赶 最终一百头牦牛 成功过河了 跨过河流后 队伍就要翻越一座荒芜的高山 整个队伍黑压压的一片 如同蚂蚁搬家一样 年龄稍微大一点的牧民 由于体力跟不上 落在了队伍的后面 他们步履蹒跚的向前走着 每走一步都显得是那么的吃力 穿越高山的时候 往往会偶遇到附近放羊的牧民 牧民的牲畜密麻麻的 聚集在山对面 他们的偶遇正是高山上 牧民生活方式的碰撞 为了在贫禽的土壤上生存 一些牧民靠养牲畜牲生 一些牧民靠采盐味生 两种生活方式 也印证了人们在极端环境下 做出了不同反应 因为担心牧民会长时间行走而疲惫 并且如果牧民不能及时补充食物 就会很容易生病 当然在采盐路上也不例外 几乎每周都会有几头牧民生病 这让牧民很势头疼 在这种情况下 采盐队伍每天只能走三四个小时 他们必须要留够足够的时间 让他迟早休息 同样在返程运盐的时候也是一样的 甚至有的时候 一整天都不会赶路 所以采一次盐 他们几乎要花费约20天的时间 牧民们决定在湖边安营扎寨 因为它能够为牦牛和人提供饮用水 但随着海拔越高 湖水的盐度就越高 岸边堆积的盐也就越多 与真正的盐湖相比 这个湖泊产的盐少得不能再少了 所以作为生活用水 完全没有什么问题 牧民们赶紧回到帐篷 用湖水煮上一锅酥油茶 再等水开启前 牧民们会从衣服袋子中 拿出一个木制的笔烟壶 这种烟壶有一个特点 就是在盒盖型河内有许多少许的沙 食用时需要轻轻敲打烟壶 将烟过滤 让其味道达到极致 牧民们将烟倒在食指和大拇指之间 再凑在鼻壶附近 然后伸伸的一些 当吸进鼻烟的那一瞬间 他们的脸上露出了满足的深情 鼻烟是用当地生长的麻黄 和烟草混合而成的 它既可以清除鼻塞 提神洗脑 又能作为一种特殊的明天 在当地赠送和交换鼻烟壶 可以让两个素不相识的人 建立友好的兄弟关系 奶茶煮好后 他们拿出一大块 从家里带来的风干牛肉 每个人轮流用小刀 从上面切一小块 风干牛肉配上热气腾腾的酥油茶 是长途旅行的必备 对于他们来说 没有什么比这更饱腹的食物了 饭后他们也不会闲着 一些人在帐篷里 将牦牛毛纺织呈现 另一些人则在外面 为蹄子磨损严重的牦牛 抹上药膏 因为磨损的蹄子 很容易发炎流浓 如果不及时治疗 牦牛就会因为疼痛 走路一瘸一拐 最后因为体力不支 而中途倒下 第二天一早 牧民又继续出发了 他们的吆喝声 回荡在了整个高山地区 中途累了就在地上休息 为了让牦牛运输更多的盐 牧民们决定分批前进 一部分人作为首发先去盐湖挖盐 另一部分则在路上 让牦牛吃饱喝足 让他们有足够的力气运盐 分配完后 两个队伍在帐篷前告别了 首发队伍经过几天的长途跋涉 到达了最终的目的地 查卡盐湖 盐湖的形成主要和地壳运动有关 很久以前这里还是一片海洋 大约在四千万年前的时候 印度大陆和亚洲大陆相撞 地面被迫抬起 形成了高远 一部分没有流走的海水 就留在了一些低洼地带 形成了许多盐湖和池塘 查卡盐湖就是其中一个 而且它的岩度 也比其他地区高很多 因为湖泊面积较小 再加上这里年降雨量小 因此每年能流到湖里的水特别的少 再加上这里蒸发又特别厉害 相比之下 这里的盐甚少人们的喜爱 每年都会有数千辆卡车 和上万头牦牛来这里采盐 这些盐不仅是提供给当地人使用 还会供应给尼泊尔和印度 虽然采盐队伍很多 但这丝毫不会减少盐湖里的盐 因为雨水会将更多的盐 从周围的山上带到湖里来 最查看盐湖的盐 几乎无穷无尽 当然采盐的过程也并非是容易的 牧民们需要用牛角 凿开盐层表面 把上层的肺盐拨开 才能看到下面的好盐 早晚盐用铲子将盐堆在一起 堆完之后 他们抬起一把盐向空中撒去 向盐湖之神表达敬意 允许他们将盐带走 为了不惹怒盐湖女神 他们还有一项特别的规定 拖盐途中 禁止女人参加或者接触女神 如果没有遵守规定 整个拖盐队伍都会受到惩罚 一旦惹怒 盐湖就不会为牧民们 提供赖以生存的盐了 最后他们就将盐用袋子装起来 在装满200袋子之后 他们从衣服里拿出针线 将每个袋子缝起来 缝完之后 就只等牦牛来了 在等待期间 牧民们用牦牛粪生火做饭 牦牛肝主要的饮食 偶尔也会吃青柯面团 与此同时另一边 牦牛队伍正在草地上悠闲地吃草 就在这时 天下雪了 这让采盐的牧民忧心忡忡 雪会加速 盐巴融化 缩心没下多久 雪就停了 没有带来较大的损失 随着时间的推移 牦牛队伍重于来了 这时牧民们分别几天后的再次相见 简单相聚之后 天已经黑了 他们趁着最后一点余晖 在盐湖上举行感谢仪式 他们来到盐湖附近的马尼堆 给他换上新的五彩金帆 金帆也可称为风马骑 在藏族人心目中 白色纯洁善良 红色兴旺刚茂 绿色阴柔平和 黄色仁慈薄彩 蓝色机智勇敢 而迎风飘扬的金帆 则象征平安与吉祥 他们一边念着咒语 一边将苏油做成松柏 供奉在马尼堆前 最后围绕着马尼堆转一圈 在各自从衣服中 取出一条纯洁的哈达 挂在金帆的上面 以此向盐湖女神表达感谢 仪式结束后 他们就回到了帐篷休息 直到第二天 他们再将盐带放到牦牛背上 每头牦牛只能承载60斤的重量 弄完之后 他们就启程了 最后 他们带着盐来到了喜马拉雅 4800米处的边境 口岸盐粮交易市场 这里是海拔最高的市场 尼泊尔人带着一袋青柯 五颗土豆 三个大蒜 来交换他们的盐 在这里 两袋盐只能换一袋青柯 交换完后 他们只需要带着剩下的盐返回 几千年来 交换盐在藏区牧民的生活中 具有重要的意义 随着现代化的到来 牦牛驼岩队 渐渐被汽车运盐队替代 曾经出没在 盐两古道上的驼岩队 渐渐减少和消失 或许中 这就是人类发展的必然选择 但是集聚于民族底蕴的驼岩队伍 仍旧在藏族历史长河中 占据重要的位置 是藏区浓墓交流的主要纽带 也可以说是 曾是这个民族生存延续的主要载体 他们与严酷大自然做斗争 即使再艰难 他们依旧保持着乐观的生活态度